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过得怎么样啊 我是饭病牌手香蕉超人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我的频道的第六集的视频 今天这集视频和之前一样 有大底池有小底池 当然还有绝对不能缺席的饭病底池 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那今天的初始买入和之前不一样的是 我直接买入了20k 因为今天有一位新朋友 也直接买入了10k 并且坐在我的左手边 虽然我的扑克水平并入膏肓 但是在气势上我绝对不能输 因此今天我拼了 直接买入20k 筹码分布黄色10 蓝色100 红色1000 还有接下来会出现的紫色5000 OK依照惯例 开胃菜是我在庄位拿到的一个90方片 现场的人数是一个八人桌 大律师在前卫open80 我选择平坑之后的大小盲也都跟住 四人底池 翻牌非常潮湿 是k90两个草花 我们击中了一个底两队 大小盲都过牌之后 大律师持续下注了120 这边我面对这个120的持续下注 在这个四人底池当中 说实话我并不是非常确定这里到底应该是加注还是跟注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选择了跟注 小盲也跟注 大盲弃牌 三人看转牌 转牌倒是非常干净 是一张方片三 小盲再次过牌后 大律师在转牌的下注尺度明显比翻牌大了不少 在680的底池当中下注了400 那面对转牌的这个下注尺度 我的选择相对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跟注就好 在我跟注之后 小盲弃牌单挑看合牌 合牌是一张方片A 这个时候对手选择了过牌 那面对对手合牌的这个过牌 我们在这边也先例行先做一波分析 在AK193这个无限有利于前卫范围的牌面 对手的顶端范围很明显 包含各种两对set顺子等 那这些顶端范围大概率是会下注合牌的 那在中段寻求修档范围 则包括类似像K圈A钩A圈等 面对这个范围 我决定最后下注一发小注500 希望给到对手一个相对不错的底池赔率 而选择跟注 那很幸运 在我下注500之后 对手也确实选择了跟注 并且在我们秀出两对后 就埋牌了 我们顺利的收下了 今天的第一个底池 好的 今天第二手牌同样发生在庄位 也是同样是比较 适合在庄位平抗的这么一个情况 之前的行动是UTG UTG加1加注挤压到150 器牌到我庄位的起手是勾圈黑桃铜色 那勾圈铜色一般情况下 如果只是面对中后卫的open的话 我都会选择一个非常高频率的随bet 但是这把牌在UTG UTG加1挤压尺度这么大的情况下 勾圈铜色在这边好像并不是特别适合去做随bet 注意这把牌是没有straddle的 一般像这样的朋友举 尺度都会和牌力成正比 因此我选择了一个平抗 利用位置取游戏一个翻后 在我平抗后 大小盲UTG都弃牌 是一个单挑底池 感觉好像还不错哦 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让我们先看一下翻牌吧 翻牌是来了勾六三彩虹面 是一个比较干燥的翻牌 我们中了一个顶对勾 对手持续下注100 尺度非常小 三分之一底池都不到 着实是让我感到了些许不妙 那我这边也同样除了跟注 并没有其他更好的选项 于是我就先call了下来 看一下转牌的情况 再决定怎么行动吧 转牌是一张看似非常美妙的方片圈 使得我们的牌型瞬间增强到了顶两队 同时这张方片圈也让牌面变得潮湿起来 而且与此同时 UTG加1的选手竟然也选择了过牌 那面对这个情况 相信在座各位也一定会做出相同的决定 那就是两个字下注 唯一的问题就是下注多少 那我在这边选择了下注420 UTG加1跟注 最后盒牌的掉落是一张方片3 这边呢提一个场外信息 就是这手牌在发牌的时候 是有一张草花3不小心翻出来的 因此这手牌双方是百分百 没有33这手牌的 那说回这张方片3的盒牌 无疑是对我们来说最差最差的一张盒牌了 它不仅是让对手本身的超队AKK在盒牌反超了我们 也同时出现了后门花的可能 我们的起手牌也没有阻挡任何的方片 不过好消息是 对手在盒牌也继续选择了过牌 那我们在这个盒牌 即便是在有利位置 也出于没有太多合适的价值取向范围 也随后选择了过牌 那在我们过牌之后 对手秀出66 吓得我赶紧埋掉了自己的手牌 在受到了惊吓之后 我选择默默的自我调整了一圈 正好转了一圈之后 又是轮到我是庄位 这把牌 我的起手牌是A9杂色 在UTG加1Limp了Straddle之后 我在庄位加注挤压到了160 大小盲Straddle都弃牌 UTG加1跟注单挑 可能由于刚刚受到的惊吓 算是小小平复了一下自己的状态 在心情稍稍平复之后 我该怎么样 该怎么样来 大声说出那两个字 犯病 这把牌紧接着刚刚的A9 我的位置变成了CO 手牌是90方片 在UTG也就是刚刚的A 还选择了一个Limp之后 我在CO加注挤压到100 这个时候庄位的新人 也就是也直接买入10K的兄弟 选择随Bet到300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两个人的有效后手 都超过了600BB 非常非常deep 所以我这个90同色 即便是在不利位置 也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跟注 单挑 翻牌开出了236两个草花的 这么一个低面 我例行前卫过牌后 庄位的随Bet激进者 也没有选择在这个面座持续下注 是选择了随后过牌 那在这边 我通过感知对手翻牌的过牌速度 根据经验推断 这把牌 它手中大概率 不是一个同色草花的组合 甚至如果是顶端 也没有单张的草花A 或者草花K 为什么这边先提我的这个判断 因为一会儿我犯病的时候 要用到 在翻牌双方都过牌后 转牌是来了一张草花8 这张草花8是使得我们的牌型 勉强增强到了两高张卡顺 与此同时 这张草花8的转牌 使得整个牌面 与我们COA跟注随Bet范围的契合度 无限拉高 我们这里可以有所有的set 天顺 68的两对 以及所有的草花同花组合 因此 我决定在这个转牌开始放弃治疗 放弃治疗的第一步 拔掉点滴 零打411 对手跟注 最后 合牌是一张方片A 这张方片A虽然一定程度上 是掉进了对手的随Bet范围 但是 无奈我们这里自认为价值组合多 可以耍流氓 并且都已经拔掉点滴 必须执行放弃治疗的第二步 就是冲出病房 寻求自由 在这里 我决定追寻自由到底 超持下注2330 在我下注之后 要说对手是秒call 那是侮辱了秒call 我在对手秒call之后 无奈的秀出10嗨 对手则秀出红桃A 方片K 并且他告诉我 这把牌 无论合牌发什么 无论我打多少 他都会跟注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能在我的频道中 能炫一把 那在丢掉这个613的大底池之后 我选择补马10K 继续战斗 OK 那接下来 由于我抽到了最大的牌 轮到发牌一个小时 所以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中 我在发牌位置 并不是特别适合拍摄 但是却有一手大底池 那这边 我就通过口述的形式 来给大家讲述一下吧 顺便大家可以随意欣赏一下 我笨拙的发牌动作 这把牌是这样的 CO位置玩家Open120 装位平抠 小盲气牌 我在大盲位置拿到了A圈不同色 那面对CO与button的范围 我这里是需要做一个随bet squeeze的 并且尺度一定不能小 所以我选择的squeeze价格是800 在我加注到800之后 CO跟注装位气牌 单挑 翻牌是K93两个方片 作为翻前随bet激进者 这里先做了一个常规的小注C550 CO跟注 在CO跟注了这个550之后 底池已经来到2830 CO的有效后手是2300左右 这个时候转牌来了一张红桃A 那在这里 我也没有太多其他合适的选择 只能下注CO的后手2300 CO跟注 CO的手牌是A钩 并且要求只发一次合牌 最终合牌是一张草花K 我们胜利顶住了合牌 收下了这个7000多的大底池 在大风大浪过去之后 伴随着两位玩家的离开 桌上也变成了一个六人桌 游戏也进入了一段平静期 这边就带大家来看两手小底池吧 这把牌是我在Hijack Open 120 CO跟注单挑 翻牌是134彩虹面 我在前位选择过牌 CO下注180 我跟注 紧接着转牌是一张黑桃A 我们都过牌 最后合牌是一张方便酒 我继续过牌后 CO也没有下注 我秀出奇迹 成功收持 哈哈 你们不会以为 今天的犯病已经结束了吧 其实并没有 在我冲出病房后 我已经来到了市外桃源 感觉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了 这边 我又在专位拿到了一个79黑桃铜色 之前的行动是UTG Open 80 我跟注 大小盲弃牌 单挑 翻牌是个ABB面 AA5彩虹面 UTG在一阵纠结之后 选择了持续下注120 那我们在这边啥都没有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选择了跟注这个120 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黑桃K 我们鬼使神拆的得到了一个后门花听牌 在这里UTG纠结了整整一分钟 我在这边也进行一个五倍速的快进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手 在这个转牌要纠结一分钟 但是在他纠结了一分钟 选择了过牌之后 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我这里下注了320UTG气牌 原来我的归宿真的在桃源 而不是在医院 好的 那今天这场牌局差不多也到这边要结束啦 今天这场牌局由于买入非常深 着实也是非常刺激 最终我的水位是水上1700 在不知不觉当中 我的频道订阅也已经来到200多了 真的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也会拍出更多更精彩的影片给大家哦 祝各位pro天天水上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